蔬菜肉价疯狂上涨 苦苦挣扎的餐饮人直接扛不住了 卖一单亏一单 辛辛苦苦忙活大半天 结果全白干了 一边是不断暴涨的菜价肉价 另一边却是疯狂内卷的价格战 无助绝望的餐饮人 正陷入成本价格双杀的困局 自上个月以来 全国多地的蔬菜价格持续飙升 部分涨幅超过200% 而这对降价潮之下 利润直抵地板的餐饮人来说 无疑是再来一拳重击 很多利润微薄的小店直呼 真的扛不住了 还有的快散小吃店直接表示 因近期黄瓜等蔬菜进价太贵 本店暂停供应各类潮菜 自今年夏季以来 特别是进入8月份后 蔬菜价格不断攀升 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黄瓜 菠菜 大葱等重点监测的 28种蔬菜均价 已经连续6周上涨了 比如 黄瓜近两个月 价格就上涨了154.6% 而在实际当中也可以看到 近两个月 全国各地蔬菜价格 可谓是一路飙升 在安徽合肥 30种蔬菜品种中 有20个品类都上涨了 上涨幅度较大的是 黄瓜 白萝卜 冬瓜 平均较上一周 涨幅在16%到18%左右 在郑州 黄瓜 大葱 带叶菜等 常见蔬菜的价格涨幅尤为明显 以往两三块钱一斤的小黄瓜 现在已经涨到了近七块钱一斤 大葱的进价 也从两块多涨到了将近四块 翻了快一倍 有郑州的市民告诉记者 前几天自己去了一趟菜市场 发现最近的蔬菜都堪比过年价了 还以为是到了年三十呢 在广州 常去超市买菜的小慧 向记者吐槽说道 青瓜 西兰花 菜心都快吃不起了 大概一个月前 青瓜只要1.98元一斤 现在却要6.98元一斤 一斤西兰花的价格 也从3元涨到了6.5元 广州艺农贸市场摊主也告诉记者 因为既货价上涨了 他们也只能跟着涨 尤其是叶菜类的蔬菜 本身就不易储存 摊贩们只能卖高价 记者注意到 在该摊位上 菜心已经卖到了6元一斤 在南京 姜豆 四鸡豆 茄子等蔬菜价格持续上涨 像黄瓜 鸡毛菜等更是涨得离谱 当地市民表示 感觉菜价涨了80%左右 除了蔬菜以外 猪肉 鸡蛋等食材的价格也在上涨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 从今年3月开始 猪肉的批发价就一路上涨 截至8月19日 猪肉批发价已经上涨至 27.46元每千克的高位 对比3月的20.18元每千克 今年内猪肉涨幅已经超过30% 同期 鸡蛋的价格也在上涨 截至8月19日 鸡蛋的批发价已经达到 10.61元每千克 而3月批发价为8.56元每千克 涨幅达到23.9% 面对各类食材价格的暴涨 消费者尚且还能犹豫买或者不买 而餐饮商家们却没得选 一大批餐饮商家硬扛着食材成本上涨的压力 只盼着菜价肉价能早点降下来 再加上如今的餐饮业极度内卷 餐饮人都在降价求生存 菜价的上涨 无疑是让很多小店雪上加霜 前不久就有媒体报道过 如今餐饮行业的价格战士打得难解难分 快餐主流价格大到19.9元 咖啡奶茶主流价格从十几元大到9.9元 火锅主流价格也从百元大到50元左右 价格底线不断刷低 甚至不少品牌推出免费这张王牌 餐饮人为了抓住更多客流 恨不得直接把餐厅利润压到地板上 本来低利润就已经成为所有餐饮品牌 都不得不面对的赤裸裸现实 如今又碰上刚需食材的价格快速飙涨 这让本就没什么利润的餐饮商家彻底崩溃 米粉品牌苗阿妹的创始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蔬菜价格最近特别高 我们店采购香菜都7块51斤了 而且还在涨 今天已经是8块了 像平时必备的食材油菜 以前是2块多钱一斤 现在直接涨到5-6块钱 都是赔钱在做 同时你还没法涨价 因为顾客对价格很敏感 本来餐饮又卷得很 所以只能硬扛着 杭州一行餐厅的老板素苦称 这段时间杭州的菜价暴涨 无论是荤菜还是蔬菜都赶上过年价了 但门店的产品还是得维持原价 价格涨了得罪客人 不涨自己没利润 好无奈的感觉 杨阿巧在广州的城中村 经营一家夫妻快餐店 他们店里的菜品 基本都是在13-15元左右 他表示 最近有些欲哭无泪 青瓜6块一斤 四季豆8块8一斤 平时3块钱的菜 现在都是翻倍涨 如果涨几毛钱的话还受得了 现在涨几块钱真的受不住 杨阿巧还告诉记者 我们快餐还是现炒的 几年来也没有涨价 客流有限 都是老顾客 本来生意就不是很好 贵了大家也消费不起 我们现在只想菜可以降到正常价格 记者看到在杨阿巧的视频下 他自己写了一条评论说 你们觉得 我的快餐要不要涨一块钱呢 从这可以看得出 他也在涨价 还是硬扛中反复挣扎 有的小店还能硬扛着 然而也有一部分夫妻小店 已经扛不住开始涨价了 对于利润贴地飞行的快餐小店来说 菜品成本都是跟随蔬菜上下波动的 如果不涨价 有房租 水电等成本压着 不仅赔本 还有可能直接扛不住关门 但是还有一部分菜饮老板选择不涨价 而是直接停掉部分菜品的供应 有网友看到自己经常吃的炒菜店 下架了包含黄瓜 油菜 铜薅等蔬菜的盖浇饭或者炒菜 在店门口 商家也直接张贴出公告说 蔬菜进价太贵 暂停供应以下菜品 一边是无限压缩的餐厅利润 一边是持续暴涨食材等成本 餐饮店陷入两头扛的困境 一场完全没有停止迹象的价格战风暴尚未停息 菜价上涨又接踵而至 直接压得所有餐饮人喘不过气来 既要抗住成本端压力 通过精细化运营等方式 努力减少成本上涨的影响 又要抗住营收压力 在不涨价甚至价格进一步刷低情况下 通过作家法的形式 保住餐厅营收在盈亏平衡点之上 这就像再玩一场高空采钢丝的危险游戏 有业内专家直言 如今大部分餐企都会陷入哈姆雷特式的涨价困境 如果不涨价 可能就直接亏本亏死 如果涨价的话 在价格战下反其道而行之 或许死得更快 总之涨或不涨价都成了问题 特别是那些没有供应链缓冲的中小餐厅 受到的影响更大 比如中式快餐 麻辣烫 小火锅 肉夹馍等 他们的平均客单价偏低 同时对蔬菜 猪肉等食材的依赖度又很高 一个从事餐饮业多年的老板说道 自己最近转店了 原因就是菜价上涨厉害 他尝试菜价同步上调 以此维持收支平衡 但是许多老顾客 看到价格上涨却不再来了 一时之间有点难以取舍 北京一家餐饮老板刘海生说道 不营业的话赔着房租 营业的话 一天又热又累 虽然店里看着人气高 但根本没利润 干了半天手上还烙不着钱 白忙活 真的是干也不是 不干也不是 处境相当的尴尬 干脆关门一段时间 还能趁机歇一歇 哦 改行 这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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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